各位国学堂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下午和大家分享论语子章篇第十九节 孟家找了曾子的学生杨夫做士师 什么是士师呢 好像现在的司法行政部长 不过权力呢要更大一些 可以直接处理执行的官 杨夫上任之前向老师曾子请教征求意见 曾子就说了上师其道 上面领导的人如果失去了道 明散久矣 如果上面领导的人失去了道 明星也就散掉了 因为上面没有道 没有中心思想 没有中心信仰 也就没有真感情 明散久矣 这情形啊比较久了 曾子对法治的观点是什么呢 如得其情则哀情而悟喜 他认为应该把社会的实际情形 和法治配合起来 这是执法人员应该具有的态度 像判案的人呢 要深深了解人的内情 他为什么犯罪呢 犯罪的动机在哪里呢 有许多是社会问题促成人去犯罪 这样办案的时候呢 对犯罪的人要有一种怜悯悲痛的心情 该承治的还得承治 不过要反省 社会有没有责任呢 领导者 政府有没有责任呢 是不是环境促成了他们去犯罪呢 所以啊 古时候的士大夫 他们有一种 自己应该要负什么责任的感觉 下面就画二十节 子贡说 昼王不善 不如事之甚也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天下之恶皆归焉 周五王推翻昼王 建立了周朝 那是因为昼王暴虐 子贡说啊 昼王的坏 不像后世说的那么严重 我们以另外的人为例哈 秦始皇的坏 是不是也不如一般人说的那么坏呢 我们提到秦始皇 就想到冯书 坑儒 这是事实 不过是不是他把天下所有的书都烧了呢 不见得 他只是把全国的书啊 集中到咸阳阿房工 不许民间多流传 怕老百姓知识高了 男同志 哎 这才是真的 至于坑儒呢 他坑的儒有一些也实在是一些讨厌的人 秦始皇最初找好多高级知识分子开会 提出很多问题向他们请教 可是开会的时候呢 大家屁都不放一个 开完会之后啊 又在心里低谷 这还不算最讨厌的 更讨厌的是有一些呢 没做到官 心生横腻 鸡蛋里去挑骨头 结果呢 秦始皇一气就坑了这些人 所以我们也要反省自己啊 是不是很多人开会呢 唯唯诺诺 开完会呢就到处乱批评 所以秦始皇坑儒也有他的理由 不过这些都是李斯干的 而罪过归到秦始皇的身上 中国的书谁烧的 项羽烧的 咸阳一把火 连续烧了三个月 秦始皇建 厄房宫当然不对了 像那种建筑 如果不被项羽烧掉 流传到现在 那也是文化古迹啊 所以项羽 对古书文化的破坏 他也是有罪过的 我们这样讲呢 算比较公平一点 所以 一个人有罪过了 往往啊 天下罪过都归他了 我们要小心 要分得清楚 虽然有些人做得坏 但也不能把天下所有的错 尽都归到他身上 这个要分开来看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